大家好 我是大春 今天继续在索索林里面修路 现在遇到点麻烦 现在这树比较大 这边电线杆又比较低 甩沙子 挖坑也是比较不好挖的 得想个办法把这个路得修出来 看一下这个索索树太大了 都有四米高了 这得挖个大坑才能埋住 还有这一片索索还比较多 主要挖坑是小事 主要电线杆 电线杆上的线太低了 手伸起来那边基本上手都能够着 这边的话有个三米多 三米多高吧 三四米高的样子 这边主要是沙子堆的有点多了 线就低下来了 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个树得埋掉 你看现在这个线还没我这个挖几口 我现在计划是从这棵树上过去 跨过去然后到另一边 另一边那边是空地比较大 挖坑也就比较好挖了 另一边因为地形比较低 电线也就高了 就这 现在把这些树拍一下 拍一下挖技能过 这树也太粗了 比较粗大 我现在的一无所有 我没有挽留 你也没有回头 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 我现在的一无所有 我没有挽留 你也没有回头 应该蛮丞下的吧这些 挖的挺伤的 看这已经成了一道了 我现在的一道 写真是什么 我们将近的晚风快却跟整条小巷 暂静的灯光无法再将我们点亮 要明白有些事情不能总靠想象 打不了今晚继续喝到明天早上 看不到希望的人还在自言自语说着 抱怨的舞的温暖的人还在继续坐着 他对着电话拿到说着自己过得很好 话断之后他又在杯子里面偷偷哭了 我存在一番风顺 偶尔也会去疯混 尽管有好多人讨论着你是什么门火 慢慢有了分寸 不学义那些争论 所以我大多数的时候都会宣得沉默 付出的一切难免自由都会化为落成 就算整个世界恐惧就剩我独自一人 感觉到肩上中了 心里又再次痛了 把委屈斗得说好 索性忘掉那些坡实 一个人毫无目的 你是在晚风里 我知道后悔无期 但也不能逃避 迷惘的日子里 感谢能遇见你 究竟还要经历多少经济 修完的路最后就是这样子了 倒是坡度也不大 双六龙车的话就轻松能上 就这一片比较费事 弄了也差不多有个半个小时吧 我看再往过走的话基本上都平的呢 只不过就树多点 完了把树直接埋掉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我看来放松了两个视频